我是河馬 是平等幫我裡面的弟弟 Sark 我是小桃 我是Paker裡面的Simon 還有是會憶裡面的A 我是家伙 我是網列裡面的女兒 還有會憶裡面的Li 我是寶欣 我是星期天裡面的母親 還有會憶裡面的A 我是阿魚 我是星期天裡面的女兒 還有會憶裡面的Kar 我是Carson 我是會憶裡面的Luke 《無動物戲劇》是由法國很著名的劇作家 米奇尼博寫的一個戲劇作品 這個戲劇作品主要是由八個短篇所組成 這八個短篇基本上是獨立成篇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 它就構成了一個整體的演出 因為這次主要都是年輕演員參與 年齡是由19至36歲的演員 開始我也有點擔心 我擔心他們會不會不太適合做 他們各自都會把他們的故事連繫到裡面 每一個短篇 無論性格上 無論他們以往發生過的事 我覺得很有趣 這次很微妙 好像是一份緣份 劇本選了他們 例如剛才看到 回憶的片段裏面 有個笨笨笨的角色 他本人其實很適合我角色 他一讀劇本就發覺是非他莫屬 我角色的定鬼其實是有點高傲 裡面其實是有股憤怒 或者是有些看不起大家 我覺得我是有連結在裡面 因為本來也是一個容易憤怒的人 或者對世界有很多看法 現在就是有看法 但未必那麼容易可以說到 Carson這次的角色挺特別的 除了他做最後的回憶戲 八個戲中間 我們會加插一些戲以外的片段 去連繫這八個戲 裡面可能會加一些 令觀眾更加明白 法國文化的某些東西的片段 Carson就是負責這幾個片段的創作主創人 每個戲他所探索的關於自由 什麼是自由 每個小品裡面的角色 究竟欠缺了什麼的自由 在什麼困境裡面 譬如有些是可不可以 有一個小品的戲管 可不可以帶有假法的自由 因為我們現在因為疫情出現之後 我們好像很多本來有的自由都沒有了 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脫下口罩 很安心地脫下口罩 很安心地進行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動 很安心地進入一些公共場所 這是一個荒誕喜劇 荒誕喜劇 荒誕喜劇 基本上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呈現方法 荒誕喜劇不是寫實戲 寫實戲真的很要對 他們可以以一個比較奇怪的方式 去呈現一個老人家 也可以 觀眾可以完全是 接受到一個年輕的人 扮演一個老人家 因為這本來是荒誕喜劇的疏離感 現在我們的世界都很荒謬很荒誕 是寫實來的 現在的荒誕劇 我自己就很喜歡看一些痛苦 令到我會覺得沒那麼痛苦 就是看完電影之後 跟現實和解了 原來都更痛苦 出到去可能就會再想一下 我們應該如何在這個痛苦的環境裡生活 是在外面維修 是挺荒誕的 人生就是這樣 他都在解難 荒誕劇會分開探索人存在的荒誕性 有關於語言的荒謬性 有關於人性的荒謬性 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我喜歡荒誕劇是因為 雖然是一個荒誕劇 雖然是一個荒誕劇 很脫離現實 但實際探討的是人類 整體都是人類面對的困境 還有另一件事 很多荒誕劇最後的目的 都是想呈現一個詩異景象 一個poetic image 這個詩異景象可以很黑暗 可以很美麗 有很多面貌 歌詩異景象可以令觀眾 再去思考他自己面對 是甚麼世界 最有美感的荒謬 就是剛才外面搭檳的師傅 又不知道我們在從事甚麼事 他們都是為了生活 去疊而被他們騷擾了 他的聲音進入了我們這個訪問 這個很美麗 這個就是一個荒謬 這個就是充滿著詩異的 偶語 我覺得是一個 我遇過最荒謬的事 是有個伯伯在我面前撈著 我用手機拍著他 但他都沒有反應 你呢? 下規寫明女同學 不可以穿有顏色的底衣 甚至會當眾檢查他們 你呢? 有個人插了腳下屎渠 竟然第一時間是拍照 不可以拔出來 你呢? 在夏天 保安不讓我在沙灘吃雪糕 因為我沒有戴口罩 你呢? 有一個小孩 真的被電梯夾到 他媽媽第一時間 離開電梯 而是抄過手多 有沒有這麼有氣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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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